二姐的付出 我相信是我們演藝圈的盛世 在2015年 擔任嘉賓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說二姐的身體 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嗎 他就跟我講說 就沒辦法啊 痴痴啊 中國孫鵬一家正在日本家庭旅遊 劇組表示 我覺得他應該還在跟他兒子溝通中 因為我覺得都是成人的 那這不是我們講的還好對不對 因為他好像出國嘛 要回來了 搞不好在旅途中可以做溝通 因為這畢竟就涉及比較 家庭的事情 我們去組不是很方便去干涉太多 那假如他講的能做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像人心疼人不 也愛孤斷 因為咱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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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思嫻2015年 在江會封邁演唱會上擔任嘉賓 兩人申請對唱 筷智人口的翔狼金桃 星期二節江會宣布 將在大巨蛋國慶晚會上付出 跟自爆9年前發現自己離愛 才決定封邁告別最愛的舞台 在2015年擔任嘉賓那時候 有沒有發現說二節的身體 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嗎 沒有耶 我那時候只是問他說 姊姊為什麼要這麼早就瘋了 他就跟我講說 就沒辦法啊 姊姊早上班 所以說就拿下班啊 如果可以當嘉賓那是最好的啊 二節的付出 我相信是我們演藝圈的盛事啊 重點是他身體要很OK的情況之下 那你要看哪票 蛤 這我都不夠保證了 他那票都秒殺耶 我相信所有我們演藝圈 大家都非常期待 真的非常期待 而且合作有唱翔狼金桃 有沒有機會就再重現經典的場景 如果有機會 因為我相信特別來賓太多了啦 叫他唱腳頭啦 啊哈哈哈哈哈哈